你 谁呀 你呀 我 这是你要的加油儿女 她 看 那个上份面膜的钱 还有这个电视剧的钱 一共一百块 你这是干吗呀 你这你 你 这你 什么钱不钱的呀 咱们这关系 我告诉你 咱们俩桥归桥 路归路 虽然你是我五位 但是咱俩没有任何其妙的关系 你别往外来想 我不能把要你东西 要不然别人知道该怎么想我 影响多好 你这么说就见外了呀 我送你的东西 那个 是吧 你别拿我当外人嘛 咱 那我还拿你当内人 你还有事吗 我得陪我孙女来看加油儿女 咱们一块看呗 再见 走 哎哟 加油儿女 成不成可就是看你的了啊 我原来看芭蕾舞还这么多讲究呢 这是 不过 不管看得懂看不懂 就能够 安安静静地看这么长演出 已经是一件挺舒服的事了 这么精彩的演出 不知道下一次 什么时候有机会才能看的 能 随时能 你 你看那边 那个简爱什么的 那么多呢 现在是戏剧季 只要你想看 我随时陪你来看 好啊 你请我看演出 我请你吃饭 饭咱俩肯应得吃 但是 跟我吃饭 从来没有说女士买单的道理 你只管点地儿 我呀 我哪儿都行 随便 随便 那 那咱们就 就牛蛙吧 好 好 好 吓唐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说 来 好 你 你 好 莫莉 这电视剧好看吧 好看呀 刘欣和小雪他们俩很开心是吧 知道他们为什么开心吗 你看啊 刘欣和小雪的爸妈离婚了 但是他们俩并没有像普遍的人 认为那样整天愁眉苦脸 不开心不高兴 是不是啊 你看他们可高兴了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疼他们爱他们 这么跟你说吧 看咱们家莫莉的爸妈也离婚了 是吧 莫莉呢 不能一直这么不高兴下去 就算他们俩离婚 他们俩还是都很爱你的 过不了多久啊 莫莉的爸爸就给你找个新妈妈 妈妈就给你找个新爸爸 以前是他们两个人爱你 往后就是两个爸爸两个妈妈 都爱你 懂了吧 奶奶 你的意思是不是 爸爸妈妈离婚了 我不能整天不快乐 对 也就是说 我要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地过每一天 对 然后再替代着 爸爸给我长个后半 还妈妈再给我长个后半 对不对 聪明 聪明 喂 电视剧不看了 谁脑残 说我脑残呢 说我脑残呢 喂 莫莉 我要回家 我自己回家行吗 回家 妈 你在爸爸家不是好好的吗 我才不要再在这儿 我要回家 那怎么行 你要自己回家 会被奶奶发现的 宝贝 你快 你的妈妈一下班 妈妈就去接你好不好 妈 你别上班了 回来接我爸 妈妈不上班怎么挣钱呀 不挣钱 玻璃怎么去夏令营呀 对不对 宝贝 乖 乖 再忍一忍 等妈妈一下班 马上就去接你 好不好 好 快 妈妈 宝贝 再去 打完了 打完了 停 上班时间不上打电话你不知道 我 女 女儿电话 女儿子大 八岁 八岁啊 那你觉得 把你女儿放在家里 你来上班 这样合适吗 家里您是怎么回事 你不用做饭了 赶紧走人吧 什么啊 耳朵塞驴毛了 我让你赶紧走人 还有 以后 你不安排好你女儿 不要来我这儿上班 都不跟上班 你不用想看我 你去哪儿 这儿上班 你干吗 我搞什么 你去哪儿 我认识有点 你不信我 你去哪儿 你怎么看我 你三号 八岁 你怎么看我 你才能做什么 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跟我说要预付工资吗 你不是说不能预付吗 拿了钱赶紧走着 一万块钱就这么甩出来 有钱就是好的 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 就这么甩出来 死要面子活受罪 我现在通话记录里 除了我妈就是你 咱俩没离婚的时候 你也没这么亲战给我打电话啊 我没事才懒得找你呢 行行 那说事 不是就那五千块钱的事吗 你别跟我提那五千块钱 夏哥没指望你 茉莉怎么了 茉莉怎么怎么 茉莉挺好的怎么了 她给我打电话说她想回家 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 你怎么带孩子的 我怎么带了 我走的时候她也好好的呀 怎么了 你走的时候 刘连峰你在哪儿呢 你没在家陪茉莉啊 我什么是陪茉 你管我在哪儿呢 我才懒得管你在哪儿呢 我告诉你 我去接她去 你不能去啊 我妈在家陪着她呢 你妈在家 阎王爷在你们家都得去 江天蓝女 喂 喂 吃 怎么了 有事啊 没有啊 来喝点吃 真没事啊 真没有 好 是不是你女儿一个人在家 不放心啊 没有啊 我妈陪着她呢 俩还是包饺子挺好的 好 那你出来 小语谁管呢 小语今天去她爷爷家了 我每个月都会带着她去看一下 两个老人 那你现在跟 小语爷爷奶奶 这关系挺好 挺好的 已经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了 我觉得 他们永远都是小语的爷爷奶奶 再说了 儿子没有了 小语是他们唯一的寄托和安慰 其实这样对小语也好 怎么说呢 只要是为小语好 我什么都愿意做 你知道吗 我甚至都去学着踢足球 你学踢足球 不过我的运动天赋实在是太差了 跟小语她爸爸简直没法比 那你这是太要强了 不是太要强 我就是不希望小语觉得 她和那些有爸爸的孩子 有什么不一样 我真佩服你的 不过 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 你在中国你让孩子学足球 那有什么出路呢 还不是跟我学网球呢 我跟你说啊 我我我我说心里话 我我网球打才行 小语她也在学网球啊 她也学网球 那这太有缘分了 那那就这么定了吧 别别去足球了 你学网球跟我学网球 哪天约一场 好吧 这太有缘分了 赶紧赶紧吃这个 趁热吃 我自己来吧 我来吧 谢谢 这是这儿的招牌菜 你看 你没事吧 我坐这儿 没事没事没事 对了 我忘了跟你说个事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见个女的 长什么样我不知道 这顿给我打呀 这顿给我掐呀 奇怪了 早上起来我这身上吧 还真是又疼又酸 你笑什么呀 我会不会撞鞋来啊 我看你是撞桃花 撞着真子了 行行行 行行 大白天怪吓人 这干吗呀这是 还能不能走啊 没问题啊 走着 说正事吧 昨天给你那策划案 刘展芳怎么说呀 昨天 周末令她放假了 放假 嗯 她以前跟我姐 在一块的时候 每逢周六就加班 现在放假了 转性了 没有 没有 我不知道啊 行行 咱们俩在一块 能不能不提这事啊 搞得我有心理压力 这不对呀 她周一才看策划案 干吗让我昨天晚上加班啊 就因为周一要看策划案 所以才得周末加班啊 你还挺有理念啊 不不不 我昨天晚上比你加班啊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 你加完班之后和你共享周末 你想这大周末的 你孤零零一个人没人陪 多可怜啊 你搞清楚啊 姐可不缺人陪 我比你大好吗 姐 姐 无关年龄大小 代表的是江湖地位 哦 郁姐 小郑子 车在那边呢 走着 车 啊 郑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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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不管你在哪儿 给我以最快的速度回来 干嘛呀 我有事儿呢 有事儿明天再忙 你姐姐我有家回不了了 你又忘带钥匙了 不说了 谁丢 不是 你等会儿行不行啊 能 十分钟 不是 你讲不讲厉害你还啊 你姐姐我拖着大型香 饿得咸出天后背的 你忍心跟我讲道理啊 再说了 我一如花心里的大姑娘 在门口站着 你放心吗 我还真不放心 别人 小样的 你再给我说一遍 行行行行 你等着等着等着吧 天青 天青 不是 天青 别别别 别别别 有进没进 有进没进啊 你听我说 都给你几回了 再一再二没有再三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呀 幸好我家离着近 你放心 送你回家 绝对是板胜钉钉的事 如果你等会儿不累 咱们拐个弯 电影院走起看电影去 今晚有个特好看的片子 看完片子 咱们直奔宵夜 吃闻宵夜 送你回家 怎么样 怎么样 快不快 快不快 稍等我一会儿 就一分钟 车我不熄火 这是方向盘 这是空调 这是CD 沙拉布莱曼的歌 你边听边等 等得及等等不及 开车走人 明天去你家拿车去 别想知道我家住了 被你试穿了 别骗了 快去吧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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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保险 唉呀 我这个秦姐啊 我还以为我回来 看到的不会是一个 被粗暴遣返 参风露宿 饿得骨瘦如柴 这么一个女人 这不挺住院郁润的嘛 根本就不像你刚才给我打的话 那么可怜 去去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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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什么 在这儿工作 别工作了 快去见我 见我 见我 我个老妖 老妖干的 说什么呢 快开门啊 还是回家好啊 装的什么呀这是 风队在里头呢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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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脑袋被人挤了 我不被人挤 我能给你送钥匙吗 我马上给你配吴把钥匙啊 门口地毯 楼下保安 我也留到吗 你 人手一把 还差一把 你 拿两把 再丢我就不管你 怎么着 让你回来帮我开个门 还挺有意见啊 你不知道我今天有事啊 打电话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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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你催死鬼啊你啊 你能有什么事啊 不就跟你那帮呼朋哥友 吃吃喝喝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大事儿 终身大事儿 你要不是我亲姐 我才懒得管你呢 是吧 冯乐 你要不是我亲弟 我 不是 怎么了 等会儿 什么终身大事儿啊 你可真是闲吃萝卜蛋操心的 你去去去 赶 赶紧走开 我还有事儿了 拜拜 来 真一 不是 你怎么跟出来了呢 我饿了 开车带我去买点吃的 柜子露面包 冰淇淋 有三冰淇淋 厨房的牛排 你这吃下呗 我想吃辣的 上车 不是 姐 你这个就不劳假您了啊 您跟我说一声 我给您买回来 您就甭费劲了啊 赶紧上去上去上去吧 你不还忙着呢吗 我没什么事儿 我 这车里谁呀 没想没想 不敢让我看呢 嗨 你好 你好 我是正月的大姐 姐姐好 小嘴真甜 你是她女朋友 想说什么呢 我瞎说了吗 你再把人瞎说 美女 我刚刚瞎着你啊 没 没 没有 行行行行 你把我瞎说了行吗 你赶紧上午去吧 不不不你赶紧去买吃的 去去去去 放手 我思考哪一字 我叫姜天晴 嗯 我二十七岁 射手座的 我是宁州粉饰人 我妈是小学老师 我爸在几个 停 还挺了解我的 真对路 这比你以前每一个 我见到的都好 姐 嗯 我也觉得她跟你好配点 星座好合呀 嗯 哎 我能不能啊 当然了 还不赶紧呢 那你不是要去吗 那就甭管我了 快送到何家了 好啊 今天算是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昨天晚上的事 不许告诉真言 慢走啊 下次有空再来 姐姐再见 拜拜 站在那儿 哎呀 吓死我了 都几点了 死哪儿去了 不是有事忙吗 车又坏了 走过来的 车坏了你不知道打车啊 你不知道你闺女在楼上闹情绪呢 我要能打着我不就打了吗 不是你那儿干吗呢 把茉莉给我送下来 哎呦 小孩子耍点脾气 你说你至于吗 你怎么让她耍脾气呢 万一要真有事呢 我妈在家看着呢 能有什么事啊 就因为你妈在看着才有事呢 别一提我妈你就这态度啊 我什么态度啊 行 那没办法 这法律规定 周末这末里归我 法律还规定要尊重孩子的医院 我尊重啊 但这是孩子的医院吗 是你强加的吧 你说你这样的妈能教育 是什么好孩子啊 大晚上不 不就因为这五千块钱吗 我给你 我给你六千 我给你六千 你神什么你 茉莉要去夏林医 我姜天兰有钱 又你施舍 登登 登登登登 你去去去去 赶紧把茉莉给我送下来 行了 别闹了啊 这么晚 不许她都睡了 这么着我回去好好哄哄她 没事 你去呀 主着干吗呀 那你自然带着干吗呢 我再等会儿 你要哄哄好给我送来 那你等吧 等 这会儿是吧 墨莫莉 墨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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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生气了 我要回家找妈妈 不是说好了今天在奶奶家住的吗 我不 反正爸爸也不理我 我要回去找妈妈 你爸一会儿就回来陪你玩了 我不我不我不 我叫我不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啊 我生气了啊 这孩子怎么这么宁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一会儿你爸就回来了 我回来了 哎呦 你可算是回来了 墨莉生气了啊 快去哄哄哄吧 墨莉 这不是拼图呢 这哪个呀 小熊微 这爸爸拼我 你别扔呢 我告诉你啊 墨莉 你看爸爸说得对不对啊 这个是土地那块 这个是天空 这个是房梁 没错 那这是哪儿啊 这不就是这儿吗 那这个呢 这个是这儿 人家墨莉太聪明了 你说离了你我怎么办呢 太棒了你啊 哪儿你都知道 墨莉 听说要去夏令营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爸什么不知道啊 这么着好不好 爸爸明天带你去买夏令营 要穿的新衣服 真的吗 你把这妈单去点 真的 肯定去 真的 我跟你说 咱不仅买新衣服 咱新鞋新包新袜子 爸爸全给你买 好啊好啊 谢谢爸爸 谢什么谢啊 这是你爸爸应该做的 好啊 来 谢谢妈 谢谢 谢谢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这有眼睛你会看到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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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儿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就是上次你喝醉了 我送你回家 然后你们家邻居 也把我当成你女朋友了 没事儿 你这样 回去啊我跟我姐 还有我们邻居解释解释 不就完了吗 你打算怎么解释啊 我就跟他们说 你不是我女朋友啊 你怎么能是我女朋友呢 对不对 有我这样的女朋友 让你觉得很丢人吗 你出来 我问你 我问你 你那天喝多了跟我说的话 你都忘了 我 我说什么了 你说 你是忘了呀 你还是跟我装傻呢 不是 江江 我是不是说了 什么不该说的呀 我这个人嘛 酒品不好 酒量也差 喝了两杯红酒进度 就满嘴跑火车 你别往心里去啊 那你跟我说的 我很好 我特别好 我哪儿哪儿都好 这些坏都是醉坏是吗 不不不不 我偶尔也是 酒后土蒸炎的呀 小狗皮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拉我干嘛呀 我 我跟我们是不是 已经够留脸的了 你 你再拉我揍你啊 你放开我呀 你别把我揍你 我先 我先 哎呀 讨厌你 你刚才干吗不说话呀 你先说就得我先说呢 讨厌 讨厌 讨厌你 詞曲 李宗盛 在我深深的腦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依恋着你 干嘛呢 还不睡 倒时差呢 飞机上睡多了 好吧 喝我睡了 累死我了 你给我回来 干嘛呀 有礼物啊 美的你 樓下那个是谁呀 我的女朋友 你刚刚还说不是你女朋友 刚刚不是 现在是 谢姐 谢我干嘛 你这么一闹 我就抱得美人归了 就这么快 就这么快 损伞 对吗 草率吗 哎呦 再草率 还能低企你让我 跟那几个相亲的 见了几面结婚 草率 你可真是我的情节啊 上次你说给我介绍 一个最漂亮的 哎呦 一家门没给我吓死 对啊 我哪知道她见你面之前 刚去割了一双眼皮啊 再说了 人家可是研究生毕业 停 我现在郑重地宣布 从现在开始 你再也不用给我介绍女朋友了 你可以功成身退了 我站好了 你的意思是 想娶媳妇放在你姐呀 姐呀 你这甘醋喝得有点早啊 好 好 假发 走 别别别别别 你现在 妈妈 回来了 爸爸你来我买新衣服了 你爸爸真好 那必须得 我闺女儿我不疼谁疼啊 来 宝贝 把手伸出来 拿好了啊 五千块去夏令营用的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买什么买什么 跟老师说 以后学校组织了夏令营 咱都参加了 别说三亚了 什么马来西亚 西伯利亚 埃斯俄比亚 世界上只要带亚的地方 咱都去啊 穆莉 把钱还给你爸 跟他说 以后你想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 妈这有钱 用不着他费心 妈妈没骗你吧 钱早就准备好了 明天就给老师送过去吧 记住了 以后有什么事 只要有妈在 咱用不着求别人 谁 谁是别人 把这钱还给你爸 爸 别数了 给 宝贝 来 拿上 把这事最漂亮的换上 给你妈妈看看啊 来 那个 穿好了再出来 好 香 姜天蓝 你是不是每天不给我找点别扭 你自己特别扭啊 买来的钱 别告诉我这是你借的钱啊 你管我哪来的钱呢 这么算哪 原来我有钱你那么难受呢 行 你真行 真能挣 你还有事吗 我可没准备留你吃饭啊 你是要赶我走是吧 我告诉你 这房子 这房子可是 这房子跟你有关系吗 哪儿是你的钱 走人 没准备了 顺道告诉小舅 我有钱了 让他来收房租 你以为我是 爸爸 薛家小 小了 我现在就给你换你 我现在就给你换你 我现在就给你换你了 还不错啊 在奶奶家过周末 功课还没落下 妈妈表扬 妈妈 你刚才为什么不要爸爸的钱呀 如果妈妈要爸爸的钱 会不会看不起妈妈 不会 爸爸的钱嘛 不要白不要 可妈妈会自己看不起自己 如果妈妈连茉莉都养不起 那我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没用的人了 那倒不会 我觉得妈妈是世界上 最厉害的妈妈 你看嘛 你一下子转这么多钱 这么点钱 所以啊 你一定要相信妈妈 钱的事情呢 不是小孩子需要想的 你只需要把这个功课做好就行了 知道吗 知道了 可是 我以后还能让爸爸 给我买新衣服吗 当然可以啊 特别可以 喜欢什么让他买什么 谁让的是你爸呢 给你看看啊 翠鸟在飞 这是鸟字吗 少了一点 这是乌鸦的乌字 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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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鸟 那个 你拿来带出来看我 让开你烦不烦你 就就就让开你 你让你看回放吧 昨天昨天你 昨天我就没看上你 去去去去 干嘛呀你 大结局 我 不是大结 结是吧 大结局 昨天晚上我 我从你这么当长辈的吗 韩剧重要 还有你外甥的事重要啊 有没有个轻重缓急 不是你就这么点小破事 说来说去的 你烦不烦哪 小破事 我现在给我自己女儿钱 人家江天蓝都不让了 这叫小破事 你帮我分析分析 你说他怎么想的 你跟他在一床上睡了八年了 你问我 他怎么想的 不是 人家在低头找你要钱之前啊 肯定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 结果一句话你给撅回来了 我要是天蓝 治这口气我也不掉这钱了 你可得了吧 他当初管我要钱的时候 也理直气壮 那是当初 你们现在什么关系啊 没关系 人家孤儿寡母 在危难之刻 想到你这个 还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亲爹 低头找到你 你让人惹来一身骚 你说你唱的这是奶出 要不说你受韩剧毒太深了呢 这又哪步的桥段啊 就 就 就这步 你 你让我看完了 看完了我没准备 能给你出个主意 你咳咳 你咳咳 你咳咳咳 你咳咳咳 我就有灵感 谁孤儿寡母的 我这还活得好好的 怎么就孤儿寡母的了 还有 前两天你跟大兰子说 你把房子租给一寡妇 你什么意思 这 这事咱俩得好好说说说 是不是 这不得说说 是不是 这不 我不是怕穿帮吗 这事你到底打算瞒到什么时候 不瞒怎么着啊 我觉得啊 就你这老妈 我这老姐 她也不是不同情达理的人 你跟她说实话又怎么着了 你说什么 你要把这事告诉大兰子 不是 你是吃错药了 还是怎么着 你真不嫌事大 你干得出来我干不出来 反正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你不说我也不说 行 你先 先坐下吃块瓜 消消火 对了 天蓝张了着给你房租呢 你这有空的话 去收收租的呗 为什么 不是 你不要啊 为什么不要啊 人现在有钱 大把大把的钱 你就正常租房子嘛 你就该收租的收租的 你不收租的你 你 你这不是二吗 你仨二呢 你这一景 你横竖多二 你骂人 你先骂我的 你长辈你不能骂人 那小辈万长辈 他 他 他是天打雷劈 我告诉你啊 我跟天蓝这事 我们自己订了 房租多少 什么时候交 那是我们的事 跟你没关系 这 这怎么就跟我没关系呢 怎么说这 这房子它 之前之后是吧 也 也 房产证上写的是 我周大海的名字 跟你一个字都不出 那合着我这 前前后后 我这白忙活了是吗 要是不平衡呢 我可以考虑 给你一点中介费什么的 那 昨天就没看条 是吧 不是 你把我当 走 郑平 张总 郑平 你终于回来了 周末您都加班呢 不 我回来取点东西 郑平 你回来了 我心里这块石头就落地了 我这不是怕您着急吗 一下飞机我就过来了 家都没有回 行李都拖着呢 你看我太不关心下属了 这样工作明天再说 现在马上回去 好好地睡一觉 也倒倒时差 快 不用 我这人就是这样 决定的事就全力以赴 郑平啊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又干劲又聪明 你放心 你为公司贡献了什么 我都看得见 绝对不会亏待你 我放心 我们大家都公认 张总是铁齿童牙 说话算话 那当然 行了 我就不打扰了 等说明会成功以后 我 到时候你看我张会的行动 谢谢张总 不许熬夜 张总再见 再见 早就如此何必当初啊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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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